近日,吴琪丽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幸福日常,吃鸡翅与萧调皮的黄瓜,她本人并没有出镜,和往常一样,只和粉丝们分享属于自己的低调生活。 与其说是低调,倒不如说吴琪丽的生活,其实有那么一些失去色彩的意思。 女儿吴卓琳没有陪伴在母亲的身边,吃饭与生活都是一个人可以想象吴琪丽的生活是低调且踏实的,但又似乎是缺少那么一些人情味。 反看吴卓琳这边,她的外籍妻子Landie和朋友分享个人照片,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,打扮成个性的非主流,Landie各种做软发,仍旧在国外过着叛逆的生活。 至于吴卓琳,她并没有出镜,她应该是想要逃离以前那种被打扰的生活,母亲在家中做鸡翅翅,还有切好的黄瓜圈,以前她也分享过炖豆腐的饭菜,平淡又带着一些踏实。 反看吴卓琳,她的生活虽然不至于流浪,但应该也过得并不是非常好。 怎么形容呢?母女的生活仍旧在失控之中,她们并没有寻找到可以交流的对等点。 如今,她和女朋友在异国他乡落魄到筑桥洞,靠捡破烂和领取就祭餐斗活着,气得老妈整天以泪洗面。 这还不是最残忍的,同样是成龙的基因将她和房祖明一对比,差距就出来了。 一,老子犯错,母女受罪,我只不过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。 当年,成龙这句话不知道冒犯了多少清白的男同胞,反正成龙说得大言不惭,即使她是世界巨星,也难逃宜妈。 因为她口里的错误不是普通一句道歉就能获得原谅的行为,而是背叛了妻儿所出轨对象吴奇力以及私生女吴卓琳。 成龙和吴奇力相识时已经结婚有娃,但抵不住亚洲小姐美色在前,甚至人家已经名花有主,她还是色咪咪,打起了这位小她二十岁妹妹的主意。 成龙开始每天对吴奇力嘘寒问暖,带她到剧组拍戏,隔三差五送礼物。 得知吴奇力生病,成龙还立马放下手中的工作,赶到其身边进行照料。 渐渐地,吴奇力承受不住成龙的糖衣炮弹,她转身踢掉无辜的男友,突破道德心里防线,恬不知耻地当起了小三。 吴奇力和成龙在一起后,天真以为另一半会为了她和林凤娇离婚,结果令她没想到的是,成龙只是玩玩而已。 在一次将她吃干抹尽后,成龙转身把目标放在了十八岁的郑西仪身上。 吴奇力不甘心,在得知自己怀孕消息后,她试图通过母嫔子贵的方式来让成龙回心转移。 1999年,吴奇力生下了女儿吴卓琳。 吴奇力以为成龙看在她未婚生子和一个鲜活的生命份上,会向她妥协。 失望的是,成龙得知消息后,立马召开了记者招待会。 除了与吴奇力、吴卓琳母女撇亲关系外,其他她都承认了,并说出那句丧心病狂的言论。 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犯的一个错误。 不得不说,如果真的是这样,那么除了吴奇力外的郑西仪,还有其他阿三阿四算什么。 成龙知错不改,同犯数次,连责任都不想担。 后面只是按照所谓的人道主义,对吴氏母女打了点钱,就当作是赡养费了。 严格意义上来说,成龙巨星形象只是在国内受到稍微破坏,除此之外,她并没有任何损失。 在向妻子林凤娇认错后,成龙获得娇妻原谅,她努力做回好丈夫好父亲,整个人开始收敛不少。 成龙越顺利幸运,吴氏母女就反之极端活着,他们逐渐在成龙生命中彻底被抹去,简直是被她沾上都觉得晦气的程度。 尤其是无辜的吴卓琳最惨,从出生下来就被爸爸不认,甚至说讨厌嫌弃。 相比于如此,这堪比没有爸爸还要让吴卓琳难受。 她的出生注定就是个错误,往后的日子可以见得只会越来越难过。 两,爹不要,娘变态,从出生就是个错误。 因为吴卓琳的母亲受过情伤,以至于非常厌恶男人,从小吴卓琳在母亲的控制下长大。 成年后,她又是当小三,又是未婚生子,直接出道到了母亲的逆龄。 女儿没有道德廉耻心,在吴卓琳母亲眼里成为了不尊重她的理由。 当吴卓琳向母亲求助时,更是被她羞辱的,连狗都不辱。 所谓原生家庭会影响孩子的一生。 虽然吴卓琳自认自己是位好妈妈,从送女儿上贵族学校女儿,到吴卓琳划破手指都急得不信, 甚至是吴卓琳八岁都不会上厕所,完全是她溺爱的结果。 但吴卓琳有时候也控制不住自己,活成了母亲最讨厌的样子。 当吴卓琳犯错时,她会一边口头严厉教育,一边对女儿实施抽打外加罚战的家暴行为。 说出这话,吴卓琳一点自责态度都没有,反而洋洋得意。 吴卓琳已经不知道多少次向警方控诉母亲对她的家暴了,反正这对母女闹得鸡犬不宁,早已是头条上的乘客。 爹不认,妈变态,就连原本可以给吴卓琳提供一个安静读书的贵族学校,也成为她的噩梦源。 当网上的风言风语传到学校里,吴卓琳私生女的身份人尽皆知。 同学欺负她,用一切难听的词汇侮辱她,身体精神双霸凌其上,老师的无动于衷更是夹住了霸凌者的嚣张气焰。 恶劣的环境,青春的叛逆,让吴卓琳总是以离家出走和自残的方式来去解决问题。 一次冲动之下,吴卓琳与母亲彻底决裂。 她不仅来到了一国他乡,改变了形象,还公然出柜。 吴卓琳自以为找到了真爱,但愿为女友做任何事情。 她退学承担起了赡养女友的责任,没有学历,找不到更好的工作,吴卓琳会偷家里的东西变卖。 实在没钱花了,两人也不介意助桥洞捡垃圾和领救济。 女儿叛逆的行为,吴卓琳怎么劝都没有用,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在一勒洗面。 随着吴卓琳最后和女友扯正结婚,她义无反顾地决心,预示着未来的结局还会糟糕下去。 相比如此,同样是成龙的基因,房祖明这位比他大17岁的哥哥,从一开始就含着金汤匙出声,再大的不幸也总能化险为夷。 三,有个好爹,一生无仇。 如果说吴卓琳是小龙女,那么房祖明就是龙太子了。 父亲成龙是国际巨星,母亲林凤娇是台湾知名美女演员。 虽然房祖明17岁之前一直叫陈祖明,父母也一直不让她告诉别人她是成龙的儿子,但这是有原因的,里面包含着满满的爱。 在此之前,有极端的成龙女粉,得知偶像绯闻闹出过自杀。 为避免再出现这样的事情,也为了保护家人不受到各种影响,成龙才不得已出此下策。 他不是不爱儿子,反之亦然,正是因为爱到如命,不想儿子出事。 用林凤娇对房祖明解释的话来说,你爸爸不想让绑架,知道老爸老妈是爱自己的,房祖明心里的那点小委屈一下就消失了,他一直乖乖听话,没有给父母带来困扰。 直到成龙出轨事件曝光后,林凤娇和房祖明的存在,才得以被曝光。 但就算是这样,房祖明也坚定不移站在成龙这边,我跟妈咪随时都会站出来挺你,不要担心,曾有10年里,成龙林凤娇房祖明一家人, 就吃过一次饭,自认愧对原配和儿子的成龙,从没以后,就把遗嘱受益人,修改为了原配林凤娇和儿子。 之后,房祖明想要进入娱乐圈,成龙不遗余力地支持。 通过父亲的关系,19岁房祖明就跟着李宗盛学习唱歌和录音,一向严厉的音乐教辅,算得上是房祖明的半个师傅了。 2003年,房祖明以演员的身份证试出道,他一边演戏一边唱歌, 合作的都是谢霆锋、梁家辉和江伦一类的大咖。 拿奖更是拿到手软,出道两年就登上了央视春晚。 自从被爆出老爸是成龙后,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巴结房祖明。 众星捧月的房祖明,在娱乐圈就跟他家一样,看谁都亲切地宛如家人。 林凤娇结婚后,几乎再也没有在公众面前露过,但他对儿子疼到骨子里,房祖明发专辑,林凤娇特地现身对着媒体鞠躬谢谢他们照顾儿子。 成龙为房祖明挑完资源后,还会在林凤娇面前过目一遍,确认儿子拿到的是好资源,才放手让他去街。 四,我本能忍受黑暗,如果未曾见过阳光。 2014年,房祖明犯了滔天大罪,尽了橘子。 然而,在八年罪史面前,他仅仅在吃了六月劳饭,和罚款两千人民币后,仍然是好汉一条。 习心革面后,老爸为他亲自剪发,依旧将他当儿子宠。 除了不在公众面前蹦打,房祖明可以说是吃好喝好,人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,他喜欢演戏,那么可以趋陷就过,躲在后面敲咪咪倒戏。 被发现了,也只是抹掉名字,就能上映这么简单。 不做导演,房祖明也能做武术指导,他遗传了父亲良好的基因,设计的武打动作不仅精彩,招式也有板有眼,十分帅气,非常有老爹的风范。 首次当武术指导时,成龙还在幕后保驾护航,得到官媒下场点赞,如今房祖明一辈子不能再内娱蹦达了,不然就是对于基地警察的一种侮辱,观众已经对他恨之入骨, 房祖明深得这个道理,不像柯震东时不时恶心一下大家。 他关闭了社交媒体,真正在内娱做到了全面射死,房祖明良好的认错态度,一定程度上对他的未来发展带来很大好处。 退一万步来讲,内娱对他可有可无,因为犯错损失了这块市场,房祖明不需要低头,照样可以靠着老爹的影响力,在好莱坞发展的风生水起。 他的粉丝,就连威尔史密斯还尚赶着让儿子去认他为干爹。 前半生的经验告诉房祖明,只要有一个好爹,无论有再大的不幸,他总能化险为夷。 我本能忍受黑暗,如果未曾见过阳光。 这句话形容吴卓林再也合适不过了。 如果没有房祖明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作为对照族,或许他永远不知道同样是成龙的基因,差距却如此之大。 纵使原生家庭再惨,吴卓林也不至于沦落到如今令人唏嘘的地步。 无数个日夜可以想象到,吴卓林那永远也无法解开的心结,原来抛弃我的父亲,也可以成为一名好的爸爸,但无辜的我为何没资格拥有。